這個 就是這個成本的計算 譬如說 因為我剛才看到說 比如說核能的部分 核能部分它的成本計算 有沒有考慮到說 比如說儲存它的廢料 這些後續 不是在發電的部分 而是在後續的部分 後處理的部分 包括比如說現在還有海嘯的問題 要增進這些部分的成本 是不是也要計算在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就好像福島核災 現在所產生的一些費用 這個沒有人算過 因為沒有發生過 然後現在正在孤善中 我這個成本是這樣子 這個成本是包括燃料成本 包括建廠成本 包括營運跟維護成本 還有銀行貸款利息 那個現金折現率 我們把它設定員吃 就是這樣一個公式算出來 其他的外部成本 比如說 死了多少鮭魚 然後殺了多少鳥 然後還有核災這種 沒有 外部沒有 核災以外的外部成本 我們也看過報告 事實上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差不多就是澳洲了 澳洲做了一個 一個外部成本的一個報告 我會把它列 有沒有在這裡我看一下 油 這裡 你看這個 各類發電技術的外部成本 歐盟 歐盟 澳洲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看它水利油啊什麼的 這個單位是歐分的 就是你乘以40就是台幣 乘以0.4 再0.4就是台幣的價錢 比如說 煤 因為它產生健康的影響 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對龍舟的影響 對水資源、觀光生態、乾旱、水災、暴風雨、社會衝擊 不要這樣不是講剛剛那樣的社會衝擊 還有主要事件衝擊 這也是自然界的一些衝擊 這些通通叫做外部成本 煤的外部成本最高 因為它影響環境最厲害 對整個溫室效應 對整個生態系統 骯髒 產生酸魚 煤乘以0.4 乘以0.4 超過2塊錢 所以一度電的外部成本 超過2塊錢 跟我們現在藍煤的成本差不多 超過 那這個 就是赫煤、硬煤 然後油 所以開汽車的外部成本也是很大 然後這些其他的就很小 像太陽光電 比如說太陽光電 為什麼會有外部成本 可能是其他因素 然後風力發電這些都有 但是這些化成的錢還是比較多 這些所有的外部成本 您剛剛所提的 這個可能是外部外部的 兩層 這個還沒有看過類似的報告 還沒有 好 謝謝 我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 你剛才說總裝置量一個人平均是27度 對 有些人會用 就是說我們有些數據會說用家庭 你有相關的數據 家庭有沒有怎麼過 一般他們說會幾戶的家庭 這個 像我 家庭我就不曉得 像我們家那個 我們家 平常不點冷氣的話 大概一個月到500塊 電費 500塊 當然很難算幾度電 因為我們差不多是晚上用電 白天不大用電 白天電比較貴 所以500塊差不多 晚上用差不多兩塊半幾度的話 差不多二十幾度電 我們家 所以一天 一天差不多兩度電 最多一天兩度電 一度電 所以你看那個聯盟局 喊一個口號說 我們如果每個人每天可以省一度電的話 然後我們全台就可以省多少電 我想說我才用一度 我才用一度 你就叫他省一度 這個太沒有人情味了 所以有時候要算一下 剛剛那個效率問得很好 反算一下自己 有時候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我們 我們真的用的不多 我們用的水也不多 上一次洗手間 然後洗一次澡 喝涼口水解決渴 用的水也不多 為什麼會缺水 缺水 招呼休體 你知道嗎 第二個問題是 你剛才那個 我們另外一個老師問的問題 剛才那個能源的儲藏量 你那個是儲藏量還是抓下來的量 你那個數據 剛才那個 運儲藏量 是運儲藏量 運儲藏量就是 運儲藏量就是在那裡 在那裡 有這麼多 你要不要去抓 抓就是要看你的力道 還有效率問題 抓下來的結果 那個已經把機器的效率算在裡面 是的 抓下來的 就是預計 這個地方那麼大 你可以抓那麼多風機 那個風機 就是2MB 現在是主流風機 效率是差不多 然後capacity factor down率是多少 比如說 澎湖那個地方 差不多0.35 然後到那個西岸部的地方 可能到0.3到0.2 就是 就是24小時裡面 你要乘以0.35 有差不多幾個小時 差不多5個小時 6個小時有風 那種capacity factor 都會算進去 台灣的觀念也是 就台灣的那個製造量 然後每天平均幾個小時 類似這樣 南部北部不大一樣 那把它算進去 所算出來的 真的裝上去 全部裝上去 也有那個量 所以還是考慮到機器 好 來 先邊 我想請問一下 有關探稅的問題 就是探稅就是剛剛第一解釋 感覺上好像是 就是全民買單的感覺 但實際上台灣很多代工廠 就是它生產的 就是產品幾乎都是外銷 並沒有兩個 那這樣子的碳水要有哪個規制規劃 碳稅以後會產生在你所購買的產品上面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紅綠電腦 你生產這一套的電腦 到底排多少碳 然後你就要被當地的政府 再下去那個碳稅 那個碳稅是要交給當地的政府 然後這個成本就要架在那個電腦上面 然後你去買就是要 連那個碳稅的價錢都要付 所以以後 碳稅不會因為你沒有使用 還要付 這個系統可能是會變成你使用者 使用者付費 可能是這樣 所以一個成品 比如說這個 衣服 這些都會有那個碳足機的 每個都要登記碳足機 然後就會反映在這個成本上 所以不用怕 你就看眼睛張大一點 那個沒有碳 我就馬上沒有碳 好 時間已經快到了 還有嗎 我想再請問一下 好 陳教授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剛才提到這個黑草花店 那在之前有人講說 因為你看看 你這個 70乘40 高度3000 這個平方米 就架了 差不多0.5度 的一個這個電 所以呢 假如說 能夠真正來 所謂的一個商用的話 那可能要非常非常大一個範圍 那之前有人在講就是說 因為你在那邊架了那麼多個 造成黑草的一個 這個流產業的變化 會不會又引起了所謂的 這一個更大的一個災害 這個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這個是非常好 非常嚴肅的話題 我好像快變成平衡 我那天呢 反思一下 我真的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會願意試試看 那個 教授提的是說 那個 Turban要放進去 會slow down 就是 就好像那個 我也跟那個 講說 地熱 一直抽 地球 could down to earth 對不對 你把地球變冷 那個大概不會 怎麼講呢 就是 你看我們剛剛的設計 事實上你把它放在海洋裡面 20公尺 對海洋裡面 只是一個小沙點 然後我們步放的密度還很低 所以不是一道牆 不是一道牆 放到台灣東部 把那個綠島跟台東之間架一道高橋 然後那個黑潮流不過去 它也會拐個彎過去 只是說 會換個方向 然後比較費力 流到日本 所以 所以一定有一個限度 不是不限制的去 步放所有的東西 即使你 步放風機也會改變 整個大氣的整個循環 但是量很小 所以我們估算 我們估算 剛剛講 估算如果能夠取出 台灣東部黑潮的3%的能量 3%的能量 就可以差不多10GB 的一個 一個裝置能量 所以我相信這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那你說 你會拿死我的白白潤 事實上也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 我們設計出來的機器 差不多6個RPM 那個機器 6RPM 我相信那個魚很喜歡 這個好像 你們有沒有看過 魚在機器旁邊 有啊有趣 我看 我們就設計給魚油 事實上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 我覺得還好 還好 然後那個整個 整個機器很安靜 因為在海裡面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 噪音 所以對 對一些魚類的一些 一些環境 應該影響很小 這都是我們的故鬼 也就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 但是這個 我們也跟那個海洋 海洋生物的一些 叫生物談一談 事實上台灣 剛剛講的 台灣東部海域的 那個魚類的生物 魚類的種類 的生態 事實上蠻單純 浮游生物 沒有辦法講 但是真的是 看得見的大型魚類 或是一些主要的 台灣的那個魚產 那些魚類 真的是 影響很小很小 因為台灣東部真的很少 好 好 我剛剛想問一下 同學們 那個 你們知道 你們身邊 現在用掉 所用的一些 產品 那個什麼 最紅的 能源的產品是什麼 最紅的 能源的產品 蛤 什麼 你不是同學啊 我是 同學們 哈哈 有沒有人知道 最紅的 原的產品是什麼 講一下 我那個令社 你們一定知道啊 來 我喜歡 演 飄料女生 你們不知道 後面的是 什麼 你是同學 不好意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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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機電池呢 這手機電池嘛 手機電池一顆現在賣多少錢 七百塊到一千多 原廠一千啊 副廠五百 這個 如果 我說 我是跟各位講 有自 有自 者 應該去研究 電池 不是什麼 黑潮 什麼甲腕兵 什麼鋒利發電 要研究電池 這個是 這個是 誰 有 這種突破性的技術 可以讓電池的壽命 增加一倍 或是 五倍 十倍 我想任何一個科學上的突破 搞不好是五倍 十倍 然後 壽命 增加 然後容量增加 然後體積不變 那個 是以後 一定要 你看那個手機 功能越來越強 可是 可是使用時間越來越短 因為 你可以看電影 你可以聽音樂 可以打電拍 可以上網 什麼都可以啊 但是你沒電 對不對 你沒電啊 我說電池 我沒電 你看 所以你看 運動嘛 電池 真的是電池 是 世界上最好的商品 比什麼都還好 你如果 你如果能夠 能夠做 做出一款電池的話 好 這是我透露的機密 好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就 謝謝 陳教授 謝謝 陳教授 陳教授 謝謝 謝謝 謝謝